打个李龙基 他会上第四集 福禄寿训练学院 会被致敬式的三个主持 福禄寿三个师兄弟 就是李龙A 李龙B 李龙C 会一起同框 四人各自合场 这个基格身上会引证到一件事 娱乐圈不怕坏新闻 最怕没有新闻 除非你那些坏是吸毒 作奸犯科 做了些违反法律的事情 当然你说李龙基 但是我们要公道 他没有 现在没有人逮捕他 技术上层面上 法律上 字眼上 白指黑字上 他是清白之身 将来才算 将来没有人知道 将来又是将来的事 他们现在这刻请他 是一个清白的人 你不能回头 他请过什么 那时候才算 将来 有一天才算 总之你是流量人 最大话题的人 最怕没有话题 第四集 这三个鬼才想到这条 就请李龙基上来 黄祖南做李龙A 祥师兄做李龙B 施哲做李龙C 合唱四首歌 唱佛山赞先生 crunchy road 和男子汉 还会唱新歌 云淡风清 其实云淡风轻 实际国语是云淡风轻的 云淡风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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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国语音 总之混乱了 我现在也有些混淆 总之大家知道 大家明白 看看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造型 这些不知道是什么 又是牛仔打扮 李龙基有牛仔的 他以前是易撇鸡的 当年是吧 然后看看剧照 这个应该是唱佛山赞先生的造型 三个就是 以盧海鵬级别的崇高致敬 因为之前找盧海鵬 这些人预了奖给他 第四集 找了李龙基 第五集 又会找什么分量的人 哇 这里很厉害 这个应该是男子汉 轮流和他合唱 厉害 最后一起唱云淡风轻 然后他说 引爆期待的 真假李龙基S 多个李龙基的人 几个李龙基 大方现身的节目 福禄手既鼓舞又感动 然后李龙基说 不怕别人模仿他 千千万万 世界这么多人 人家为什么要扮你呢 你是一种被人扮的支架 也是一种荣幸 若然我被人扮 我也会开心 这个我们简短 报一报 李龙基 后来 星期日 会登上TVB 他常常上TVB的 有时会唱的 又是男子汉 那些 今次是做特别嘉宾 撑起这个节目的半边 到时收视又如何 这个福禄手 刚刚那一集 跌了1.9% 今次应该可能会告发 因为话题性都十足 我们下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看看福禄手这一集 一半讲李龙基 一半讲福禄手 今次玩三样东西 就是复刻经典舞台 下面很厉害 又是假扮演电影短片 还有外景假扮演挑战 制作都很弹性 分三组 两个回合 由罗冠兰和一些现场观众 去决定分数 三回合总分 第一名全员是保留的 第二第三 各自淘汰一和两名学员 即是包括封两个 今次精彩了 会封人 有人扮莫文慧唱 呼吸有害 应该是赵仲仪 我相信 然后这边就是扮真比特 郑永谦会扮真比特 汤卓坚会扮90%林子强 另外最厉害的是武王 张国荣1984年 声光泣泣 竞争辉 有一个经典的鸳鸯武王 这些是很经典的 即是他半边 一边是男性的装扮 另一边是女性的装扮 两边转来转去 就会呈现很多不同视觉效果 而他们仍然是二人合作跳舞 其实很想看这些 以前是参透不同表演的东西 曾经看过 但又不记得了关键字 一直找不回这片 现在他们试一试 看看又跳得如何 大教他们如何去跳 我都说关家敏是被力捧的 而哥顿是如何呈现他的武艺 结果两个武林高手 就一起玩癡红同体 我挺期待这部分的 而且结果结果 会一个人欲风火轮 即是关家敏就是钦实他 即是跳在他上半身 拿一对比钦实他 一直转 半空360度回环腿 还有应该是人在他的身上转 我认为会有两种花式玩法 赢得全场掌声 而关家敏还说 跳下跳下就是精神分裂 因为不停要男女转换 有时排练的时候 也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 而现场观众评语和 罗冠南专业评审 找到很多分量的人来做嘉宾 或者做评审 挺好的 噱头就拉满 说哥顿反而更劲 有时排练的表情 就是近性Carmen 怎么也好 两个都赢了 正面就是这样去扮 一边是女人长头发 一边是短头发 超型 关家敏也适合扮这些 我经常说 如何去发掘关家敏的形象 他玩这些中性东西 烈女打女 是对他 但如果中艺的才艺表演 他自己也会跳舞 玩这些中性打扮是相当不错 挺有创意 拍到哥顿和Carmen一起跳 这一部分 很厉害 雌雄同体表现 挺期待 这集简短报道 也报不到太多 大家看看两个部分 基哥 很厉害 获得三人组 一起向他崇高致敬 真是引证 不怕坏新闻 最怕没有新闻 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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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 不怕坏新闻 违反法律 然后又断到正 有证据确作 就捉拘 判了 那便很难再搞 否则 都是那些 是是非非 那些丑闻 那些丑闻 那些 反而这些 炒得起 更厉害 你会看到 因为我分析了一个观点 大家可能天天关注 不知的人一定是比知的人更多 分成三类 或者四类 对李鸿基 聊鱼子长 和黄青霞这件新闻 由头到背如流 由day one到今天 也有一些 知些也不知些 总是没有可能天天跟进 你不是全职上班 知些也不知些 也有一些 可能事后才跟队进来听 听到水尾 就常见到李鸿基哭 有一些七印之心 是不是他真的这么差 是不是他也是受害者 被黄青霞说大话 哄到 也有一种 是完全对这些新闻 毫不知情 那你猜有没有 肯定是很多很多 非常多 这个世界很大的 人都很大 七八万人 不是个个都会这么有空 有很多人看这些新闻 真的 所以不知的人 一定比知的人多 金主 只是看流量 你和基里奇爆红 就聘请他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事 为什么你和基里奇 这么多新闻 这么多人说他 哦 什么什么 他不是和黄青霞 他女友 好像说 那样 现在还额 哦 怪不得这么多新闻 路人甲月饼 其实真的不知道 过来龙去蜜 只知道李鸿基 这期很爆很红 所以 为什么林作都要向他拜师 林作 做梦都恨 有李鸿基这么爆的新闻价值 但是李鸿基 也不是他有心去做出来的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这么大件事 不过 往往有危有机 这个娱乐圈 有危有机 化危为机 就是考每个人的功力 今集 来到这里 看看 这个福祉训练学院 接下来 星期日 第四集又会是如何 要淘汰 总共是三个人 一个加两个 看看哪些人 这么不幸 被淘汰 最终 这一集 收市会不会 创到高峰 看看大家不同观点 留着字